是一天一个假 反正前两三年 谁能买到货就有天穿 在海口市的人民公园 这些树就是传说中 能卖到天甲的黄花梨 用铁蓝圈起来 是因为这是海南岛北部 仅有的极客 那么黄花梨到底是什么木头 又为什么这么贵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进行了走法 这里是海南省海口市的 花鸟一条街 原本只是卖一些 花鸟鱼虫的一个小集市 随着黄花梨价格的上涨 这里也慢慢变成了一个 黄花梨制品的交易视察 这个要卖四万多五万块钱 你现在卖多少钱 要卖四五万块钱 这个笔筒 笔筒四五万块钱 这个笔筒就要卖四五万块钱 刚才来本身也贵 我们的工钱没有多少钱 工钱我们收出来也有点冒险 而且怕它有洞 我们制作这个料最多 也是算了一千多块钱的工钱 就不错了 而且要筹收到一万块钱的话 也是危险的 怕它跑出来不好不没关 花纹又不好 那就没有钱 是吧 你外面的卖料的市场 几乎上的大料 像这么大的料没有的 这个东西就变成国宝了 真的以后你再找一块 想找一块看都难了 被小贩称为国宝的黄花梨 是产自热带和亚热带的一种硬木 学名叫酱香痰 因为木质为橙黄色 而且花纹漂亮 俗称黄花梨 黄花梨在老挝越南 以及我国的福建海南等地都有分布 而生长在海南省的黄花梨 因为木质出众 花纹美观 早在明代就是一种尚好的家具用材 虽然是产自温暖湿润的南方 但是黄花梨木材却具有优异的稳定性 即使是在天干雾燥的中国北方 它的木质也不会轻易变形 你到一个一堆残破的家具里头 你去挑选 如果一拿很完整 腿糟点不怕 它不散 这基本是黄花梨 如果一拿盯了光浪散 那可能是紫檀跟红木 就是它这个木性不变 结构稳定 很多流传几百年的大柜 十分平整 不是很变形 在所有的硬木中 黄花梨不算是最硬的 但是它的韧性却很强 尤其是它的木质易于开解 从古至今都受到木工的喜爱 不管从任何一个方向切 它像切豆腐一样 一般的木材顺着切很容易切 横着切会起炸 而且不容易切 而花梨木在雕花的时候 它就像切豆腐的感觉 水里纵横入刀 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木头的表面 也是一样的 而最让人们喜欢的 就是黄花梨木纹的 极高的欣赏性 时间用得越长 它的木质纹理就越是漂亮 我们对着光线 改变这个试点的时候 它会出现那个变动的 这些斑条状的这种光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会有鬼脸 或行云流水般的 这些黑颜色的随线 这黄花梨不同于红木和其他 这些纹理很清晰 就像首选上 画那工笔画一样那么细 边际又很清晰 就优美之时候 像行云流水 其实我们说呀 黄花梨并不是说 它结的果子跟梨一样 能吃 它结的果子吃不了 这个梨啊 它原本应该写作什么呢 那就是海南的 那个当地少数民族 梨族的那个梨 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梨山里面 出产的木材 而不是压梨的梨 我们也都知道 这些年呢 黄花梨的价格是一路狂飙啊 为什么呢 搞家具的和不搞家具的 都想收藏这个东西 首先第一点 有面啊 它做的家具好啊 这过去是工艇里皇上用的 我能用的话 说明我身份尊贵呀 第二点呢 大家都很有经济头脑 听说了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今后价格还会再往上涨 那行 只要我有闲钱的 我也短一大堆 搁在这儿 就当它生枝 在2000年以前 黄花梨在海南省 只能算是一种好用的木材 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 得到疯狂的追捧 那时海南岛的梨族人 喜欢用它建造房屋 制造农工和生产用具 甚至用它做成烧火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它还被用来制作算盘 那时候的黄花梨虽然也是已金论价 但和现在每500克上千块的价钱相差甚远 90年开始做家机 那时候三块到五块 90年到92年 然后92年到96年就是几十块钱了 但在2000年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 随之而来的价格翻番 即使是一直做木材生意的人 都始料不及 要是越傻的人 越坐王莱里越赚钱 比如我们去 我跟你去 看了一条王莱里 比如这条东西去台词西面 比如说西坦航行 台词500 那主人就要800块 好800就800 你把它买了 我就笑你说 这个傻瓜这么贵也买 到了下个月 500的东西涨到1000了 下个月你就能卖到1000块了 你就赚了200 那我买不到货 我赚不到钱 你买到货了 你能下个月卖 你能赚到钱 2007年 黄花梨木料的价格达到顶峰 够宽 够长 够厚的家具用材 达到了每500克8000元左右的价格 而同一年 同样也属 名贵木材的小叶子坛 每500克 才不过200到300元 在这里有一个概念 和很多名贵的珠宝浴室一样 黄花梨也是材料越大越值钱 一件家具 整块大材制作的 和零碎材料拼凑的价钱相差很远 我们讲花梨木的价 首先它应该有一个标准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 直径18厘米 长度1米5的这个料 这个老料 在02年的时候 它大概在60到80块钱14斤 从02年到07年 以几何的倍数 一直在翻 60块钱14斤 涨到了3600块钱14斤 现在的海南 据说这样的大料 已经很难找到 所以价钱飞涨 那么情况果真如此吗 老梁是土生土长的海口人 20多年前 他就开始搜集黄花梨木料 如今 他的黄花梨木料 和家具的收藏 在海南省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在他的库房里 我们看到的 也大都是一些规格不大的老料 那都是他从海南的老房子上 拆下来的 仅有的几件大料做的家具 已经被他收藏起来 老梁说海南的黄花梨 由于明清两代的皇家征用 清乾隆后就已经很稀少 而形成大材 需要上百年的大树 这几十年就更少了 新料都没有了 都是老料 在老梁展示里 我们看见几把大料做的椅子 这个大概有45了 有45公分 换的料来做的话 就是算在海南黄花梨里面 还算是一根煎片 但是就是浪费材料一点 像现在要是拿这个料 这样做了 那就绝对不能这样做了 这样做的话 那价钱还贵了 基本上就没有这么大板了 大概是三十几公分的水油 少过40公分的话 那就挺难找到了 老梁说浪费 是因为椅子的样式不好 而现在这样大材 又确实珍贵 其实大材的稀少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黄花梨的生长 特别缓慢 而且取材率非常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段 长了三十多年的黄花梨树干 在这个横结面上 圆芯褐色的部分叫新材 海南人称之为阁 只有这么小的一部分 才是有用的家具用材 而外围的白色边材 因为木质疏松 几乎没什么用 它这个植物长到有三十年 或者是四十年以上的树林以后 它这个内部就会有这么一层的新材 这个新材主要是由于这个树林 随着树林的增长 增大 增粗 新材和边材的最大的区别 主要在于它的颜色 边材的颜色是白色 或者是浅白色 这个新材就是赫色 在海南如果一棵黄花梨树 要长成直径四五十公分的新材 大约需要一百多年 而它的价值也在百万以上 黄花梨的价格这么高 主要原因就是它成材实在不易 您看我们拿着这么粗的一个人木头 您猜猜长了多长时间了 据说长了最少二十年了 那它的格在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这么一小团 周围的木材呢 就像前面说的一般是不用的 只用中间这一点芯 而这一点芯呢 我们再拿过这个面来 您一看就会发现了 怎么这么少啊 而且呢 最细的地方比压签粗不了多少 最粗的地方呢 也就跟我的手指头差不多大小了 就这点东西能长二十年 您说它这价格它能不贵吗 所以说呢 尤其是在买这个木材的时候 你如果不给它破开的话 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格 因此说呢 就像我们说有堵石堵脆的 那几年呢 也就兴起来了 堵树 堵的就是啊 买来一根原材 破开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格 经过林业部门批准砍伐的数 如果直径有二十公分 两米长的 也要卖到八百块钱一斤 主干的新材 一般都有四百斤左右 四八三十二 如果是赌赢了 是三十二万 本的话是大概是在四到八万之间 一棵树 堵赢了就是三十二万 而堵本只有区区几万元 这样的暴力让很多人趋之若鹜 在海口市附近的这个叫 詹福村的村子里 堵树之风 近年盛行 所谓堵树 就是堵还在 中文字幕殿产 是比特地要迷信息 而是名字的 名字 名字 名字,名字 名字 名字,名字,名字,名字 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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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名字,名字 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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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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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当时从别的人手里买回来 不过没有心菜 没有心菜 所以就把它种回去 怎么看出没心菜 他切那个树枝 那树枝里面没有就没有 才一点点 听说才一点点 我也没看 是这家主人 这家主人买 听说当时他买 是十八万买回来 买回来呢 就传播式鞭皮 没有打擦了 擦那个树上 没有心裁 一下子十几万就没了 只能相当于那个 把钱那个都存银行里了 就再把树再摘起来 再养一养 对 起码要养个三十年 晚安 为了进一步确认野生的黄花梨在海南是否还存在 我们来到了海南省的尖峰岭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 这里曾经是海南岛西南部花梨的传统产区 历史上海南出产的大部分黄花梨就生长在这片原始森林里 但是我们得到的结果让人失望 在这里工作了35年的林业专家周铁峰告诉我们 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没有见过野外生长的 这树怎么会以半棵来论呢 就在那边是吧 那棵半棵 就这棵 对 现在全用铁丝给掺起来了 很棒的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做到最后 没有终于水 或者是那棵半棵子 在这边就会有点充分的 这棵半棵子 在这棵半棵子 没有尽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很多后世的这些藏家 以为是黄花梨 所以才名贵 实际上木料代表着一种 最优秀的家具文化 家具文明 王世襄那个 他是名式家具珍藏 不是黄花梨子坛家具珍藏 就可以理解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黄花梨 千万不要堕入这个 这个拜物的泥潭 但是资源的稀少 注定黄花梨是一种珍稀的木材 在海南 林业和科技部门 正力求复兴这种资源 包括我们其他珍稀的物种 植物方面 我们都有这个教训 就是以前我们在保护方面 可能重视不够 那么现在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一个 首先把野生的物种保护好 人工育苗方面 现在我们技术已经成熟了 这个每年咱们育苗这个量 可以几十万株 这个量还是比较大 但是呢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就是你人工种植的 和野生生长的 它有什么不同 值得庆幸的是 黄花梨的幼苗并不苛求环境 很容易成活 等到这些幼苗成才的时候 黄花梨昂贵的价格 有可能会降下来 要种穷材的话 得要多年 这个应该大大几十年 一百年左右吧 那肯定要给几十年号大 那种的 黄花梨呢 在海南呢 它并不是一个 特别娇贵的树种 反而呢 它特别容易成活 因此我们说呢 今后几十年后呢 大量的黄花梨呢 依然还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但我们到底该如何去 欣赏黄花梨呢 就像张德祥所说的 我们千万不能陷入到 败物的泥潭当中去 因此说呢 无论我们是搞家具的 搞收藏的 看重的 应该是内涵这一部分东西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为您介绍 另外一样天家之物